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588集 他只穿着一条平角裤 身上光溜溜的露出强壮的臂膀 水珠自头发上脸颊上抵达而下 肌肤基于黑夜混成了一种颜色 正嬉皮笑脸的站在郁佳面前 你 你干什么 突厥少女急着跳开几步 像是防备野狼般与他离得老远 睁大了眼睛 惊悚的望着他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吧 林婉容抹了脸上的水珠 望着他脚下的碎石 嘿嘿笑道 下手可真够快的 今天要再给你剁些石头 这河流只怕都被你填满了 郁佳寺是恢复了平静 冷冷笑道 你们大华不是有 京卫填海的故事吗 就算把这河流淹没了 又如何 用不着你来管 连京卫填海的故事都知道 这丫头的学问可真不一般 林婉容哈哈笑了两声 目光不自觉地落在了郁佳身上 在死亡之海徘徊了二十余日 别说是洗澡就连喝水也是大有问题 全军五千将士上至将军下至士兵 每个人身上都是脏兮兮的 唯有这突厥少女是个例外 她的肌肤一如从前的光滑细腻 引有荧光透出 似乎死亡之海的烈日 根本就没照射到她的身上 与她站得近了 还能隐隐闻见几缕淡淡的芳香 引人沉醉 除了嘴唇因缺水有些苍白 胡裙上沾满了黄沙灰土爱 月眼还是那般的光鲜照人 一如初玉时的美丽 你 你在看什么啊 被她盯住了 玉佳紧捏着拳头 急忙低下了头去 我晒得跟炭一样 这丫头却仍然白得跟玉似的 人比人还真是气死人呢 林婉容无奈一笑 摇摇头长声轻叹道 唉 不看什么 终于走出了那该死的沙漠了 突厥少女待了一待 突然恨恨道 你真的 就这么想走出来 那是当然 林婉容想也没想 笑着答道 那地方除了黄沙还是黄沙 没吃没喝的 兔子都不拉屎 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了 还有什么好怀念的 不忘我 所有人都想尽快走出来 怎的 难道你还想留在那边不唱 喂 喂 你干什么 不要推我 滚 你给我滚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滚 不待她说完 玉佳双手几乎是掐住了她的胳膊 用尽全身力气将她往外推去 怒声的急喝着 这突厥少女像是头愤怒的母抱 猛然间喊怒爆发 林林婉容也吓了一跳 她急忙退了几步 闪闪道 说话就说话 你动什么手啊 你又打不过我 滚 我叫你滚 突厥少女将她推了几步 呼得掩面而泣 晶莹的泪珠自指缝里溢出 顺着洁白的小手 缓缓地滴落到蚝壁上 这丫头是真的怒了呀 可我就弄不明白了 难道我要留在死亡之海 她才高兴啊 林婉容感慨着摇头 别哭了 你放心 等办完一件事情 不要你敢 我自己走 你还要办什么事情 月眼咬着牙怒道 林婉容微微一笑 我要办什么事情 那你躲在这里 又想做什么呢 郁佳愣了愣 脸色又红又白 快去洗吧 我在这里给你放哨 你放心 我以我最崇高的名誉保证 他绝对不会有外人偷看 他眨了眨眼 神色严正的高举右手发誓 杨枝白玉式的脸颊 染上一抹鲜红的胭脂 欲加倾道 你怎么知道 你有名誉吗 瞧小妹妹你说的 林婉容黑黑笑道 我号称大华第一正直善良 人人敬仰 那信誉可不是盖的 只要我守在此处 别人赦予我的威名 绝不敢向此靠近 你就只管放心 大胆下河去吧 月眼咬咬牙 横道 说什么防备别人 那些人我倒是不担心 我担心的就是你 不会吧 林婉容倒吸了口凉气 双眼圆睁 满面的惊悍 欲加小姐 这种话你也能说得出口 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 素来就只有别人家的千金小姐 抢着占我的便宜 哪里还需要我去吃别人的豆腐 你不相信我不要紧 但你不能侮辱我大华那些名门闺秀 大家千金他们的眼官啊 既然如此 我也无话可说 小妹妹 你慢歇息吧 我这就走了 他说完话 拔腿就走 似是没有一点留恋的模样 他光着个膀子 只穿着个平脚裤 走起路来 却是熊啾啾气昂昂 甚是怪异可笑 欲加哼了声 不去理他 脚步声越来越远 那流寇似乎是真的走了 他这才焦急起来 忙抬头道 你 你等等 他声音虽小 那流寇似是 竖着耳朵在听他叫唤 一听他开口 林婉容刷得停住脚步 转过身来 猥琐笑道 小妹妹 你是在叫我吗 欲加脸颊声韵 低下头却哼道 不是叫你 林婉容嘻嘻笑着走了回来 那我就先暂时不管了 怎么 欲加小姐 改变了看法 相信我的名誉了 相信才怪 欲加脸上发热 要说这我老公的人品好 连他自己都没法说服自己 在沙漠里行尽二十来日 缺水缺粮到还能忍受 对他这种爱劫如命的女子来说 无法喜悦才是最大的痛苦 好不容易走出了沙漠 他却又恢复了俘虏的身份 四周都有兵士监士 他一个漂亮的女子 怎敢下水兮兮呀 幸亏我老公 这流寇虽坏 却比其他人强的太多 关键时候无从选择 也唯有信赖他了 他似是为自己找了个理由 面颊运红 轻道 你转过头去 离我远点 不许看 林婉容爽朗大笑 跨步行出了树杖 身后却又传来 欲加那轻轻的声音 你不要走得太远了 这倒是奇了 那会儿叫我离远点 这会儿又叫我不要太远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我 我怕黑 少女带着颤抖的声音 在他背后响起 林婉容愣了愣 旋即便哈哈大笑 原来突厥女人 也和咱们大华的女子一样 都有黑暗恐惧症的 真搞不懂这些女人 黑暗有什么好怕的 我最喜欢天黑了 见她停住了脚步 月牙便不说话了 你不准转身 一声嘱咐之后 身后便传来 稀稀缩缩的 衣衫摩擦的声音 显然是欲加开始脱衣上了 这突厥少女 肌肤晶莹如玉 身材好的冒泡 我要不要以艺术的眼光 亲自鉴赏一番呢 但是这样做 岂不是有损我的名声吗 我在四德和老高的面前 可是拥有很崇高的形象呢 她怎能自毁长城呢 她心里冒出一堆禽兽的想法 思索良久 终于咬牙哼了声 一个伟大的艺术鉴赏家 一定要有 蔑视世俗的眼光 和牺牲自我的决心 这样高尚的情操 舍我欺谁呀 她正要偷偷转身 便听身后哗啦一声水响 伴随着少女的含羞交贺 不许偷看 不许转身 这丫头倒是机警 林宛容嗷了声 我不偷看你 但是为了公平起见 郁家小姐 也请你不要偷看我 我要发现你偷看我 我就一定偷看你 本人说到做到啊 有本你就试试 从身后飞来个小石子 挣扎在她脚下 郁家的轻哼传了过来 你不偷看我 怎么知道我在偷看你呢 少女识穿了她的诡计 羞怒之下忍不住的狠狠 瞪了她一眼 顺便给她一个警告 俗话说得好 女人洗澡是没完没了 这郁家身份高贵 爱劫如命 在沙漠里吃了那么多天的风沙 眼下好不容易逮到个安静的时刻 好好的洗浴 又怎会轻易的罢休呢 身后传来花花的水声 隐隐还有少女欢快的歌声 只可惜啊 那是突厥语 她没有听懂 洗澡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林婉容忍不住的疑惑了 片刻之前 这丫头还是暴跳如雷的河东师 怎得洗着洗着 竟是欢声笑语起来啊 真是搞不明白 全在石头上 也不知等了多久 只觉腿都做麻了 她实在忍不住了 跳起来叫道 小妹妹 你洗完了没啊 我要出去小个便 一阵淡淡的芬芳飘过 身后传来月眼似修似称的娇横 你这个人就没有个正经的时候吗 林婉容转过身来 只看了一眼便呆住了 光洁如玉的肌肤似泉水般的清透 鲜红的鹰唇似是含苞带放的粉色贝蕾 微带鲜红韵的脸颊 仿佛娇艳的玫瑰花 淡淡的双眸 飘逸着水意般的色彩 似是把人都能给吸进去 乌黑的绣发 还带着未干的水渍 仿佛闪亮的瀑布般 柔顺的垂下 淡淡的清香飘过 清幽的月下 突厥少女身着一袭 黄色胡裙 长长的裙摆 直浮到她洁白的脚踝上 将她凹凸有致的身段 勾勒出一道诱人的曲线 她嘴角微微上翘 露出一丝羞怯而又骄傲的笑容 水般湿润的双眸里 不时闪烁的寒光 更显出她的坚定与倔强 这是一个极难征服的女子 见过郁佳的美 却没想到初遇时的月眼 更如上天降临在草原上的 妖夜精灵 充满了野性的诱惑 林婉容看得呆呆 张开大嘴 再也合不拢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家丁 你看什么 沐浴后的郁佳心情似乎好了许多 他歪着头轻轻抚弄湿润的绣发 任那光洁透明的水珠滴滴地落在地上 他脸上泛起寂寞淡淡的红韵 声音出奇的温柔 林婉容如梦初醒地常常叹了口气 竖起他们指道 哇 郁佳小姐 纵然我是懒金百花 我也不得不承认 你真的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子之一 真的 我这个人从不说假话 郁佳皱眉横了声 为什么是之一啊 难道还有人比我更美丽吗 当然了 林婉容搬起指头数道 除了清玄 仙子 安姐姐 宁儿 乔乔 大小姐 我这一干老婆之外呢 就属郁佳小姐你最漂亮了 所以叫做之一 郁佳恼怒地偏过头去 你有这么多夫人吗 我倒想见识一下 你口中最美丽的这些女人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林婉容不仅不慢道 他们不仅容貌美 更有心灵美 我怕你见识了之后啊 会整夜失眠的 你 郁佳小脸仗得通红 手中也不知什么时候 多出了把金刀 哗啦一身 正砍在身边的石头上 积起几颗闪亮的火花 那金刀上还带着水珠 患然一新 林婉容看得大汗 这丫头洗澡的时候 都带着金刀 适用来防范我的吗 幸好 老子洗澡的时候 也是带着枪的 郁佳沉默了一阵 忽然抬起了头来 月下 那美丽的面颊 闪烁着一层 晶晶的光泽 少女轻浮湿漉漉的秀发 妩媚一笑 你少拿这些话来骗我 郁佳自信 论起容颜 我绝不属于天下任何的女子 至于你说的心灵美 她微微一顿 悠悠看她几眼 展颜笑道 你看不见我的心灵 你又怎么会知道 我的心灵不美呢 林婉容打了个哈哈 我随口说说的 你也不必介意 严格论起来 其实心灵最不美的 就是我了 总算你这个人 还有些自知之明 郁佳扑吹轻笑 美目瞥她一眼 娇艳的面容 仿佛月下盛开的玫瑰花 林婉容呆了呆 偏过头去道 郁佳小姐 你不要对我说魔法 我也知道 我这个人 一向都心智坚定得很 是吗 初觉少女眼中 闪过一丝火焰 冷冷击笑道 像你这么心智坚定的人 的确很少见 我偏就不信了 她这两句话 各有各的意思 真正的含义 也只有她自己知晓了 林婉容叹了口气道 唉 其实啊 我也不是不怀念 在死亡之海的经历 郁佳低下了头去 脸颊微微羞难 轻道 你怀念什么 我怀念那种 不用勾心斗角的生活 林婉容神色淡淡的摇头 语气中流露的感慨 叫郁佳也有些黯然 她说的不错 在沙漠里 敌人和朋友的界限可以变得很模糊 可是出了沙漠 一切都会打回原形 现在也可以 不用勾心斗角啊 郁佳南南这道 声音却是弱小得很 林婉容哈哈笑了几声 摇头道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正要走出沙漠时 你对我说过的话呀 不记得了 少女偏过了头去 她说过再也不想看到她的 可是试过几个时辰 一切却都有变了 她耳根发烧 急忙捂住耳朵道 你也不要对我说 我统统都忘记了 林婉容点了点头 突厥少女却是面色大变 我可以忘记 但是你不许忘 忘了 我会恨你一辈子的 你记住了 清冷的月光下 她眼眶为师 面容坚定 倔强地看着她 一个赤裸着上身的 大华男子 一个身着盛装 艳丽如鲜的突厥女人 二人面面相对 各种神情交织变换 情形说不出的古怪 林婉容忽然笑道 郁佳小姐 你觉不觉得 我们现在的关系 真的很奇怪呀 有什么好奇怪的 月眼撇嘴说道 林婉容双手一摊 无奈道 说是敌人吧 我们在死亡之海 可以同生共死 共利患难 说是朋友吧 你是突厥人 我是大华人 身处两个敌对的民族 我们终有战场相见的一天 你现在是我的俘虏 也许你还想把我变成你的俘虏 你说这个关系 是不是很复杂呀 郁佳眼中闪过一丝亮光 脸颊挂上两抹鲜艳的红韵 低头小声道 如果你不要这么复杂 也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他娇羞满面 如天鹅般洁白而修长的脖子 染上一层淡淡的粉色 美丽之极 动人之极 林婉容艰难的咽了口口水 缓缓摇头道 郁佳小姐 有一件事情我想告诉你 临出沙漠的时候 你对我说起的那些话 我恐怕记不住了 也许你真的应该恨我一辈子 为什么 郁佳脸色急变 瞬间便泪珠充盈了眼眶 因为我有种直觉 林婉容盯住他淡淡一笑 不急不徐道 也许有人想和我玩一个游戏 一个很危险的游戏 猎手和狐狸的游戏 你说什么 月牙急急低下头去 银牙咬得紧紧 眼神瞬间数遍 什么游戏 什么猎手和狐狸 我听不明白 林婉容哈哈笑道 听不明白就更好了 这个游戏真的一点都不好玩 你想想 明明知道对方心怀叵测 明明知道对方在假装 可自己啊 却感动得要哭 听着他说的话呀 从不知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这样的游戏很危险会死人的 月牙愤怒地跳起来 泪珠止不住地哗啦落下 你 你才做假 林婉容叹息一声 盯住了他 哎 不是在做假 难道是真的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玉家捕珠捕住耳朵 搅合着怒吼着 泪珠如雨 煞那之间 荒乱悲伤和彷徨 无数种光彩 从他眼中闪过 七迷之极 复杂之极 林婉容无奈地摇头 绿佳小姐 其实你有一个和我一样的麻烦 那就是为人太过聪明 太过于执着 玩游戏都喜欢挑最危险的 这可不是好事 月眼眼神百变 他默默抬起头来 翘脸上沾染的泪珠 在月色下晶莹的仿佛清晨的露珠 他看了他一眼 猛的咬牙道 夜郎 绿佳累了 我想去休息 还是我先走吧 林婉容无声地摇头 叹气一道 我答应过你 办完这件事就走的 现在时辰到了 说着话 他真的迈步前行 神态决绝 御珈看着他的背影 无声地落泪 嘴唇吸动几下 忽然轻声道 我老公 林婉容身子稚了稚 缓缓转过身来 御珈小姐 什么事 月牙看着他 嘴唇张了张 想说什么 终是倔强地摇了摇头 你快走吧 林婉容摇了摇头 轻叹道 小妹妹 有一件事情 我忘了告诉你 什么 御珈道 林婉容自腰间取过一样物事 在面前轻轻晃了晃 他微微叹息 唉 这水囊啊 破了 御珈愣了愣 忽然发疯一般地冲上去 月光下 那破裂的小口清晰可见 他看了几眼 泪如泉涌 呼得狠狠一口 咬在了林婉容的手臂上 钻心地疼痛传来 望着他沾满泪珠的面孔 林婉容竟是 兴不起反抗的心思 这伤口 也是假的 御珈哥哥笑着 抚摸着那带血的牙印 泪珠仿佛六月的雨 他一把抢过那用生命换来的水囊 飞一般地逃去了 望着那美丽的背影 林婉容喃喃地摇头 不知道真假 早告诉过你了 这游戏啊 真的很危险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镜与点点栏目